环球网报道记者昨天,在美国波音陷入全球信任危机之际,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参观中国商飞C919、C929驾驶舱,并发推表示,期待在蓝天上看到他们。 3月17日,推特账户Atashom Toga Genokan发布了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销梅托家Tashom Toga,访问中国商飞上海陈列室,参观C929驾驶舱,头等舱模型的照片。 该用户连发两条推特,第一条写道,在中国商用飞机,上海陈列室C919、C929的驾驶舱,没过久,我们就会在蓝天上看到他们了。 这条推特配有如下四张照片,在第二条推特中,他公布了中国商飞C929的头等舱配置的照片,这个推特账户,介绍为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 虽然没有经过推特认证,但通过对比外交部网站上特销梅的照片,不难发现该推特所发照片就是本人。 2019年2月2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会见埃塞俄比亚,新任驻华大使特销梅,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西藏军区多部队异地同步拉动精确高效实现无缝对接。 春节将近,西藏军区组织多支部队顶峰冒雪,开展异地同步拉动演练。 在滚滚潇烟中迎接新春,分属不同地域的步兵、炮兵、装甲兵等不同类型部队。 在近乎相同时间内,完成万人牵车紧急出动任务。 随即开展跨兵种联合演练。 实现从紧急出动,到联合作战的无缝连接。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慰问老人。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官兵代表在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于28日上午,走进澳门明安恩辉综合服务中心慰问老人。 俄罗斯向老挝交付四架最新雅克130高级教练机。 日前俄罗斯将四架雅克-130高级教练机交付老挝空军。 两国在老挝举行了装备交付仪式。 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习马杜罗,借此展示军队支持。 27日,在委内瑞拉中部卡拉沃沃州纳瓜纳瓜,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挥进行了几场军事演习。 欲借此展示,自己在军队中获得的支持。 拦截瑞典侦察机之后,俄军苏-27又拦下美国反前机。 俄军一架苏-27战机升空,拦截在波罗的海上空飞行的美军P-8A波赛东侦察机。 消息发布的时机耐人询味。 此前一天,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美国和加拿大多架战机, 当地时间26日紧急起飞,伴随两架靠近北美海岸线的俄罗斯轰炸机,俄测试无人机杀手,用无人机撒网捕捉无人机。 俄罗斯最新研发的无人机杀手,食肉动物无人机,近日首次进行了武器系统试验。 俄军工赠合体消息人士表示,在托姆斯克试验场的飞行测试中,食肉动物无人机进行了使用武器系统的试验,包括打击武器和发射捕捉网,拦截其他无人机。 印度空军一架美洲虎战斗机坠毁。 一架美洲虎战斗机,28日上午,在印度北部居施纳杰罗市附近坠毁。 消息称,28日上午一架从哈里亚纳邦哥勒克布尔市空军基地起飞,执行飞行训练的美洲虎战斗机坠毁。 飞行员成功弹射,已经专门成立的委员会,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原标题,报名人数已于15万最高报招,比399一。 2019年,全军念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报名火热。 2019年,全军念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网上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 计划于3月20日12时结束。 截至3月17日,完成岗位选报的考生已达24万余人。 其中缴费成功的有效报名考生于15万人。 报名超过100人的岗位达200余个。 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报招比为399一。 平均报招比为81。 各类人才报名踊跃。 表现出投身强军清军事业的极大热情。 记者从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了解到。 报名截止前两天。 预计报名人数较多。 容易导致网络拥堵。 请广大考生注意错开报名高峰时段。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岗位。 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缴费。 目前,部分考场已经报满。 请考生就尽选择其他考场。 还有部分岗位报考人数较少。 考生可以进行比较选择。 为完成报名的考生, 要尽快履行报名手续。 打印出报名回职方, 为有效报名。 赛宗宝, 新华社亚地斯亚贝巴, 3月18日电, 记者朱洪亮王首宝, 在象征中非团结有益和高水平合作的非盟总部大楼。 以和平栏为主色调的17块展板, 形成了一条中国走廊, 与大厅内充满非洲风情的棕櫺树造型交相辉映。 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当地时间18日上午11时30分。 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展览在埃塞俄比亚亚地斯亚贝巴非盟总部开幕。 展览精选60多幅有代表性的图片。 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提供国际救援救助和开展安全交流合作四个板块。 配合播放中英文双语短视频。 全景是呈现中国军人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的足迹与风采。 展示中国军队, 对非洲和平与安全事业的大力支持与积极购献。 非盟总部官员, 非盟成员国时节级军事代表, 非洲常备军, 及非洲危机, 应对快速反应部队代表。 联合国, 北约等国际组织官员, 以及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挪威, 古巴等非盟与万伙伴方代表共200亿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驻非盟使团临时代办陈旭峰表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早已结成休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长期关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业, 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和护航任务。 为非洲常备军建设, 和非盟和平与安全行动, 提供了大力支持。 非盟委员会代表坎布齐表示, 中国是非洲的珍贵朋友。 在几乎所有领域, 都为非洲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支持。 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 对非盟和非洲来说, 中国是一个模范伙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团长毛乃国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军队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其中16项在非洲地区。 2008年以来, 中国根据联合国授权, 向索马里海域派遣了31批护航编队。 中国军队还积极参加非洲地区的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传播代表团提议。 展览开始前, 全体出席开幕式人员, 位在埃塞空难中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此次展览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国驻非盟使团共同举办, 至22日结束。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题, 号角崔征, 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全军部队贯彻落实习主席训令, 大抓军事训练增数。 新华社记者梅常委解放军包记者刘建伟, 铁刘滚滚, 陆军部队一场场熬战如火如荼, 战鹰呼啸, 空军战机一次次突击雷平万军, 战舰劈浪, 海军舰艇一轮轮攻防惊心动魄, 剑指苍穹, 火箭军一枚枚导弹, 引弓待发。 这样的场景, 去年以来在演训场上经常上演, 这一年虽然短暂, 却在我军练兵备战史上留下了精彩篇章, 全军官兵永远忘不了, 2018年新年一史。